原始资料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 我刚刚是不是新增了一笔资料 对不对 那我刻意这边我不打 我刻意在这边不打 就是说哪一个产业别 可是呢,请问一下 这张资料表是不是先前做的 我先前做的 我有没有计算到新增加的 那一笔资料 没有嘛 对吧 我刚做的时候有没有 计算到这一笔 没有 可是呢,当你今天你增加了资料 这边资料内容是不是一直 不断的加进去 你原本已经分析好的内容 要不要重新分析 不用 只要你做一件事 重新整理 怎么做重新整理 就是 你现在油标是不是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 枢纽分析表工具 枢纽分析表工具 是不是只有选项跟设计 你觉得重新整理会放在 跟设计跟外观有关系的设计 还是选项里面 还是蛮讲设计 还是蛮讲设计 没有,我们怎么可以笑别人呢 我们要点选项 选项 重新整理一定在选项里面 仔细去看 有没有看到正中央有一个重新整理 你看哦 我为了让你们 我为了让你们可以做比较 所以我先把这个数值先复制 我先暂时贴到下面 本来是不是只有这些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选项里面重新整理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下 因为为什么是空白 你看哦 刚刚我的原始资料这边 我有没有把产业别输入给他 没有 这样可以了解我在做什么事吗 假设我现在刻意的做在制造业 制造业 好,那我们等一下去看 制造业这边 这个制造业这边 会不会资料数据增加23500 知道吗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样 数纽分析表工具重新整理 有看到只有制造业会修改 这样你就不用再重新把原本的分析 要再重新做一次 这就是数纽分析表重新整理的 每一页都要重新整理 这样可以大概了解 甚至你还可以变更资料来源 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常做的 应该是重新整理 让你去了解你的整个分析的过程 是不需要重新做的 好,那就大致上让我们理解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